白沙巷妇女会在江美社区活动中心 办理手工艺研习 鞋背包缝制活动 邀请西服制作师傅方清北 教导妇女姐妹们缝制使用鞋背包 妇女朋友们大秀巧思 自制各式使用的包包 白沙妇女会理事长吴蕊娟 也与姐妹们情感交流 促进地方和谐 强化优质生活品质 走出家门学习记忆 与巷内姐妹们联络情感 互相联谊换家常 特发为巧思 缝制使用鞋背包及零钱包等等 参与 而且特别用心做出一些包包 还有零钱包都很特别的 它真的是很有创业的一个事务 不只会做西装 还有其他的罗魂 所以我们大为请他 一来跟我们教学一下 那我们大家可以自立看一下 现在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冠礼 我们冠礼 冠礼前面有一个民宿 那个民宿叫什么名字 彭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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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莱对他们正对面有一条路 对不对 那条路 那条路走差不多200公斤 走200公斤 有一个碑 有一个碑 那个碑 写什么呢 写 我们平洋有四代渐渐 七代还是第二次 第二次就是 让我们来攻占我们平洋 方清北师傅为白夏香后聊人 自年轻的时候就在马公开立西服制作店 有四五十年的经验 手工精致又有创意 因为现代人以购买县城西服为主因 而方师傅发挥巧思 自装以日本布料 缝制各式各样的鞋背包 手机背包 顶钱包等等美观又实用的各式包包 由于是日本布料质感加 花色多元化 非常受到妇女姐妹们的喜爱 我本身是做三国的 世众的 因为这几年以来 世众的这五号 三 少人如果要结婚 如果是什么 我们有去做一项 以前是有这个厚厚 有的外围脱海来这 我的心理有得好 如果要做一项 就不简单了 所以 我们刚才讲 什么要转型 转型就是说 我多少做一些 这 粒粒粒粒 这 我们 人家的女人可以 女人需要 这包包 我有那个 那个放手机 也有 那个长夹也有 以后也可以叫他们 扮这一种 许竹方看到妇女会姐妹 踊跃出席 感到相当的兴奋 也特别要赠送 每位姐妹们 一人一瓶随身 攜带的酒精 让姐妹们加强防疫 整个活动非常的活络 姐妹们愉悦地带着 食用大方美丽的包包 背回家 记者 王海龙报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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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